吴星函 郝吉敏 身后卡尔德克有人 郝吉敏在中场的节奏感的也非常不错 看看这次的传装 佩莱胸部停下 挑右脚再打 球进了 球进了 75分钟的时候 佩莱 意大利国脚佩莱 这是世界级前锋的动作 打入了加盟到鲁能泰山队的 第五力进球 这个进球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漂亮 当然更重要的是非常的关键 在之前龙泰山队的连续进攻当中呢 很多时候都是选择简单的长船冲吊 对于佩莱和西斋来说 接到球太困难了 而这一次给到的一个半高球 立凡队的刘宇 防守身位上稍微有一点松懈 佩莱是自己胸部停球 跟上去的转身 胸部停球 右脚一勾 跟上去转过来 原地像一个优美的圆贵一样 右脚伸出来 打门 立凡队的防守队员呢 已经是有点补位不及 再加上距离球门很近 所以说 邓小飞毫无反应 比分来到了1比0 这个进球啊 对于仍然没有完成